曾经升为台湾二高始组Circus议员的Eason 黄颖轩自从团体于2014年解散后 便转型为什么通告都接的菜鸟艺人 近日他在节目上分享自己进圈子后被移位前 被霸凌的辛酸往事 不过听了他的分享后 不但吴宗宪表示你很不专业 甚至就连资深通告艺人小钟也在一旁补枪 难怪你追不上Kid Eason黄颖轩曾是Circus成员 近日受邀分享进圈子后被霸凌的辛酸往事 他透露有次出外景被前辈撞下水 对方说是笑 果但其实是故意的 派他的手机泡水 对此 吴宗宪却有不同的看法 我们的工作就是让观众笑成一团 近日Eason受邀到节目 小明星大跟班 上分享自己刚出道的辛酸史时 透露某次到了 一间水乐园录影 当时所有来宾在泳池边排排站 最后的输家会被大家推下水 而当时的他正好 跟一位前辈艺人PK 我一直赢他 我就发现他的脸色越来越沉了 结果 结果答题达到一半 这位前辈突然往Eason 的方向直冲并说 这题我会 由于前辈体型比较大 他马上就被撞进水里 全场笑成一团 但他心里很不适滋味 这个游泳池边边这么大 你怎么会故意 很明显的跑过来这样 而且他的手机还 因此泡水坏掉 却也不好意思向对方索取维修费 面对Eason的指控 身为资深前辈的小钟却跳 初来说这是很基本的节目效果 Eason反而要感谢那个前辈 他让那一个地方有效果 否则完全都没有效果了 另外身为综艺大哥的吴宗宪 也只指Eason很不专业 你录影的时候就要找机会 说能不能被弄下水 你还带手机干什么 录综艺节目本来就不能 只是雇着要赢 尽管Eason解释当初 刚出道时过得很苦 为了节目还要自己付钱 修手机真的很心酸 但听到他的抱怨后 吴宗宪也在补 那是你家的事吗 分明知道要玩水 事前本来就应该先把手机交给助力 另外在一旁的小钟也接着说 就是因为这种观念 你跟Kid的level越差越远 献哥补枪说 连他Kid在当兵你都没有 办法利用机会追过他 包伟明还觉得如果是Kid 爬出泳池后肯定会在自己跌进水里一次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看